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奶 面对白米高的火山喷发 他没有丝毫的畏惧 反而为此感到特别兴致 因为预言到世界末日的他 决定以此来献祭自己 与此同时 刚从山顶下来的约翰 被岩石击中了车位 但他不敢有丝毫松心 眼看就要和前妻会合 前方的路面却突然凹起 于是他只能猜到一眼 好在有惊无险地冲了过去 可约翰把女儿交给前妻后 自己又再次返回车里 因为他必须要找到 那张标注诺亚方舟位置的地图 可随着地面裂隙逐渐扩大 他和车子也一起掉了下去 飞机上的人以为他必死无疑 只能无奈将飞机起 可就在此时 裂隙边缘突然出现一双手 原来约翰并没有掉下去 并且还拿到了那张地图 在前妻的帮助下 他成功被拉上了飞机 危机暂时解除后 约翰打开地图 上面显示的位置是中国西藏 但要过去的话 这架小飞机显然不行 于是他们选择降落在最近的机场 以此来换一架更大的客机 可他们刚下飞机 就看见现场乱成一锅粥 并且所有的飞机都被停止起飞 不清楚情况的他们 只能随着人流去往机场大厅 在这里 约翰遇见了自己的富豪老板 这时 富豪的助理突然跑过来 称找到了一架大客机 但是因为操控的人手不够 导致目前还无法出发 听到这句话的约翰 向富豪提出老王是专业驾驶 就这样 几人不顾劝阻地跑出大厅 眼看火山灰慢慢逼近 他们快速地登上了大客机 可由于跑到距离过度 导致客机静直地坠入了断崖 危急时刻 老王一个大转弯避开了建筑物 并且成功地升向高空 众人这才死里逃生 然而没飞多久 老王就发现如果靠飞机现有灵 肯定是飞不到中国西藏 便打算在前方的夏威夷降落加油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如今的夏威夷已经被火山给吞没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飞行 好在幸运的是 由于地震和火山的频繁 导致大陆板块向南移了几经公路 这也意味着飞机的由刚好过飞到西藏 可当他们抵达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停机场 而且此起彼伏的雪山 一旦撞上就会击毁人亡 慌乱之中 富豪响起客机的储物间 存放着不少豪车 于是便提出让大家开上车 然后在平缓的地方趁机冲出去 而此时的飞机因为燃油不已 开始熄火往前滑行 老板的助理选择 独自留下来操控刹车 就当众人安全落地后 助理却随着客机掉入悬崖 大家悲伤不已 可就在此时 大量的直升机从天空飞过 而下面吊挂的是各种大型动物 领头的队长发现了它 于是便决定下去查看 富豪从口袋中掏出了船艇 就这样 他顺利带着孩子上了直升机 而他的小情人和约翰一家 因为没有票则被无情地拦下 看着远去的直升机 众人的希望再次破灭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不停地朝前方走去 尽管他们也不知道方向对不对 可就在此时 一辆吉普车出现在众人的视线 车上的老奶奶听到了呼喊声 于是示意孙子停下来 虽然语言不同 但善良的祖孙二人还是带上他们 让众人更为高兴的是 他们要去的地方正是诺亚方舟 他是不是想要去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去回答 就要去的帮助